大家好,这里是白胃厨娘 家里已经好久没有买菜了 只剩下一些姜豆和芹菜 今天我们就用姜豆和芹菜给大家做一份美食 首先我们把姜豆上锅,焯一下水 时间不要太久,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些芹菜 把芹菜给它切成丁 芹菜丁不要切得太小 切好以后放在碗里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捞出姜豆 把姜豆也同样切成丁 这一盒芹菜切得差不多大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同样放在一个碗里 把姜豆铺平 给里边打上一颗鸡蛋 加一些盐 加一些胡椒粉 再加一些蚝油 然后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把它搅拌均匀以后 拿一些饺子皮 饺子皮是上次吃饺子剩的 我们把饺子皮摊在手里 把调好的蔬菜糊倒在里边 饺子皮对折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第一个饺子了 但是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我们要在饺子上做出一个花边 非常非常的简单哦 做好饺子以后我们就在锅里刷一层油 把饺子整齐地摆在锅里 记得要在表面刷一层油哦 大概五分多钟以后 我们就给它翻一个面 这个时候饺子已经差不多熟了 马上出锅就可以给孩子享用啦 非常非常简单的做法 用了姜豆和芹菜 就做出了非常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你喜欢这种做法吗 喜欢的话就点个关注吧 这里是百味醋娘的美食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啦